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长在 快艺生活村办理三大观光款 军山咖啡演发布会 尽管三个月的交报与倍率 宣出自立经参与业者共同参务 并有六经业者来自咖啡市 咖啡市场昂明会今天特别出事外当 邀请所有的义客来咖啡一步靠后 品味结合咖啡咖啡室 冲心买人会好嘱咪 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 基本的三大观光款 群山咖啡演 历经三个月的交报与倍率 宣出自立经参业者共同参务 理合在该市快艺生活村基盤发布会 该市总共六经业者立宣 该市场面会也请自告定品味 市场面会表示 该市是分家南观光休闲消费中心 也就是阿里山的日口问候 希望借由看区业北台 进合该市和中美館市的观光资源 并当变近多 其他創意咖啡料理 进一步开发该市咖啡店 进去創意的手法 让该市的风味进到桌上 打出改市另外一个新的形态 三约发展的器材 今天借由咖啡为基底 然后请来我们中华美食交流协会 洛理市长跟所有的行政顾问 他们的用心来做辅导 做评比 然后选出12家 让群山咖啡演这样的饗宴 里面呢 有咖啡的元素 更有一些更多的创新创意 让大家看到这里面的我们食材的丰富多元 也让我们彼此当中有更多的观摩 所以我们阿管树洪处长真的也非常的创新 以用这样的平台 让所有的业者一起共同努力之下 激荡起更多的火花 让我们阿里山的元素更为丰富 更为精彩更为多元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看到来自各界包括公共业者 包括我们在地商圈的业者 大家的用心 这样的热情也就是 我们在疫情解封之后 能够有更大的能量 共同来推观光旅游 我们希望这样的丰富 绝对是可以吸引人的 再一次感谢我们阿管树的用心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嘉义 来到云林 我想这个大阿里山的一个计划 可以让你尝试了 所有的美味风情人文 阿里山管理处表示 现在路由枯勢变化 沉河路由已经行为资流 你有丰富地温 减阿里山立口问候的概迹 自然行为很多有限的收散 你还关注盘安 整合三大观光相关的观光资源 透过每合业者 开发出新的伴手类 跟看区域重新路由 以合作业者 建立自己的品牌的贡猜 先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